MING PAO TORONTO 又來到沖繩背後 有我Ice王宇曼 相信很多女生夢寐以求 希望找一個好先生、漂亮先生 威先生 不可以錯過這一集 請來的就是 先生系的馬主之一,史豪銘 你好,你好 你好,Kenny 你好 大家都形容你為馬圈順盤 究竟你怎麼看 其實大家只是開玩笑 他也是太誇張 其實…你認為呢 我是有夫之苦,不方便評論 但你優秀是絕對的 我知道你除了幫家人做印刷生意 還有幫工業商會、總會 有不同的公職 多不多自己的私人時間呢 其實時間是自己安排的 我也有不少的私人時間 除了工作上 當然要做好工作上的事 之外,商會上 也有很多不同的… 也認識了不同的朋友 所以每次去商會的活動 也是找我的朋友 一起集團的時間 所以融入了生活的一部分 會否只顧著陪朋友 所以忽略了家人 因為好像曾經看過你爸爸的訪問 就是為了令你和妹妹多陪他 所以才開始要你們當馬主 買馬 大家可以多點商量 是否這個原因 我也很感謝爸爸 因為他給我嘗試做馬主的經驗 從中我們因此多了入馬會 通常每次都是星期日 都是我們的家庭日 都會跟家人一起吃飯、交流 跟人家談談馬 去增進感情 這也確實是 我每個賽馬日入馬會 我都有看到你 你也是很孝順爸爸、媽媽的 你爸爸是否很喜歡賽馬 因為你們家族有很多坪馬 你小時候有看到 爸爸對賽馬有多熱愛 其實我們一家人都很喜歡動物 尤其是我們之前有小動物 我相信很多家人都很喜歡想要吃動物 但我爸爸特別喜歡馬這種動物 為甚麼 我覺得是因為馬給人的感覺 第一,跑得快 而且很有鬥心 很多人都會覺得馬是一個很競爭的動物 即是很有競爭性的動物 譬如你,我知道你有人養貓、養狗 到養一塊很大的馬 你覺得這個小動物 和這個大動物的分別在哪裡 當然很大 第一,這隻馬就不可以放在我家裡 可能可以,有一個牧場 希望 第二,我覺得馬跟人很容易溝通 每次當我看牠的時候 我會覺得為牠吃東西 或者看牠,或者跟牠聊天 牠都好像聽到你所說 不知道你所想的 那你家裡的貓、狗,反而比較兇 牠們比較喜歡跳脾、玩耍 不同的小動物、不同的人性 對,牠有不同的特色 你自己… 因為爸爸,所以才開始養馬 其實你小時候 第一次接觸馬是甚麼時候 你一開始喜歡馬嗎 其實第一次接觸馬 是因為多了跟家人去馬會吃飯 去跟伯父、伯母見面 那時候也不是為何認識 跑馬是甚麼運動 你自己喜歡刺激的運動嗎 你有說過你嗎 其實我喜歡滑雪、賽車、打籃球 全部都是很刺激的,有速度感的運動 所以… 所以當開始看跑馬的時候 就當作像看賽車一樣 都是有些很刺激感的運動 即是當作看哪一輛車 跑出的性能比較好 對,像14匹馬一樣 選擇哪一匹馬跑得快一點 就像剃車一樣 看哪一匹馬的性能比較好 於是從中去研究一下 慢慢加深對馬的認識和興趣 因為看你外表屬於很文靜 想不到你背後是這麼愛向 或者喜歡這麼刺激的活動 會否也很喜歡競爭 即是你妹妹也有馬,很家家 會否大家也有競爭之心 說我的馬今天要跑得比你厲害 成績要比你好 兩兄妹會否有這樣的… 也有,因為他的馬很家家 他的成績也不錯 我有一隻馬是威先生 我們兩隻馬都大概成績差不多 有時開玩笑跟阿妹說 如果我們兩隻馬一起跑 我們會看哪隻馬跑得比較厲害 雖然是這樣,但我覺得也不可能 因為這兩隻馬的性能也不同 對,因為肚情不一樣 對 阿妹就喜歡學騎馬嗎 對,她也有去香港的商業河 有時騎馬,很放鬆 是一個 hobby 你自己呢?你有騎馬的經驗嗎 我自己反而沒有學過騎馬 但曾經去台灣旅行 他也嘗試過騎馬 去觀光,遊山門水 想騎馬,他的馬很特別 可以上山,可以走河 對,他也有去玩 即是訓練過的馬 也算是訓練過的 但你是第一次騎馬 我是第一次騎馬 即是馬上駕魚島 對,但可能因為他是一隻很老的馬 所以我踢了一隻馬 他也不會怎樣練習 即是你上賽跑是不行的 我想嘗試騎馬,加快一點 但他卻無法給油 那你也挺大膽 因為你第一次騎馬 有些人一開始都會害怕 但你已經想加快速騎馬 有否想著 遲些在香港也會學騎馬 即可以了解賽馬更多 我曾經參觀過商業河的賽馬 分免營營 對你來說,賽馬會否維繫 你們家庭關係很重要的一環 即由爸爸至妹妹 可以說是維繫我們的感情之一 因為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日 都會去馬場吃午餐 當作是家庭日 去增進感情 從中和家人聊天 去了解一下 有馬出的時候,我們會聊一下馬 變成有一個共同的嗜好 會否你多了找朋友一起入場呢 你身邊的朋友多不喜歡賽馬之人 其實我身邊的朋友 都挺喜歡跑馬 他們也… 我很多時候都會找他們一起跑馬 去吃飯、喝東西 在馬場裡也會聊一下馬 你會否覺得現在喜歡賽馬的人 都年輕化呢 就像你很年輕的馬主 而你身邊很多朋友 都專業地很識馬呢 我相信他們比我更識馬 因為我都向他們學習 跑馬有很多東西都向他們學習 那大家這群年輕人喜歡賽馬什麼呢 其實我們都是考考自己的眼光 看看哪個眼光比較好 從中都有一個競爭性 所以都是年輕人 所以也有一個鬥心 對,也有一個鬥心 對 其實現在馬會也有很多不同的 主題賽日或不同主題的包廂 你多數會去哪裡踢馬 其實沒有特定去哪裡 但也覺得不同的主題 也吸引到很多不同的角籍人士 都會進入這個馬場 令到氣氛也挺好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 都會比較喜歡跑馬地的馬場去玩 即是星期三晚 對,有一個啤酒園 有很多吸引 很多不同的外籍人士和表演 所以也挺好玩 我經常會在那裡遇到自己的朋友 很久不見,突然你也會在那裡 大家一群人來玩 好的 除了在香港 你會否也會去海外看賽馬 跟隨爸爸周圍看馬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跟隨他去澳洲 因為我們… 有一次我們有一隻馬 叫做好先生 因為好先生很英俊 上次可以在澳洲跑得那麼厲害 一級賽馬 我爸爸邀請了差不多一團人 去澳洲那邊 去打氣… 幫他為他打氣助爭 就像好先生一樣 也有去澳洲參加國際賽 帶來的那種榮耀感會令你越來越大 也有 因為上次我們整家人去澳洲 跑Mailborn Cup的時候 都挺享受那種感覺 因為整個城市跟你一起開派對 像嘉年馬會玩一樣 跟Vexas在香港很專心去跑馬 其實那種感覺也挺好玩 接下來我希望可以… 我們的馬也更加像… 找到好像好先生那麼厲害 為各位爭光 你覺得澳洲那邊的賽馬文化 跟我們香港有甚麼不同 其實他們也挺年輕化 他們會當作嘉年馬派對 比博菜活動多多 順盤不嫌多 希望你找到更多好先生來香港 下一集不如探討一下 為何好先生要叫好先生 好 在那邊 同時